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娱乐新闻 今天就会轻松点和大家讲一下东张西望的新闻 平时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就会发现井仔讲东张西望的新闻通常都是一件事就拍一集 但今集就比较特别 一次过打妈和大家讲两件东张西望去跟进过的事 只不过今集又是比较特别 因为东张西望所报道的两件事是有赞有谈的 其中一件事东张西望都被最近网民骂得很金下 至于另外要赞的一件事就是关于东张西望又再次警惡情间 甚至主动地阻止了罪案的发生 关于被人骂的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在一段访问里 似乎就不太尊重那些去煮两送饭的厨师 至于被人赞那件事就是关于吴恬美 阻止了一个怪叔叔 他居然在幼稚园附近做出一些不雅的行为 说含蓄一点 怪叔叔就是吃自己啦 我相信各位聪明的观众就知道我说些什么了 如果不明白不要紧 我相信会有其他观众在下面留言做补充 好了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旁边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另外也希望大家积极留言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啦 首先就说一下东张西望的抵骂 在星期六的那一集东张西望 他们就去采访了一间油麻地的两送饭负责人兼他们大厨 希望他们介绍一下里面的饭负责 那个大厨就说自己平均每一天都要炒成100盘饭负责 然后镜头也拍着厨师在炒饭责 大家可以透过萤幕就会知道 当时厨师煮的饭责不是在煮一个人份量的饭责 是说每次炒一盘饭责 都是一夜就炒十几个人份量的饭责 所以当时镜头就拍到 哇 每次饭责都像一座小山丘 然后师傅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 我们煮这么大锅饭责的时候 就不会去用锅铲 通常就是不停抛锅地去抛 因为有时候太多饭责 其实锅铲是帮不了太多 即是翻不了那么多的饭责 但相反用锅铲可以令饭责均匀地受热 不会在某一度烤掉另一度完全不熟 然后东张西网的主持人 他竟然就说 这些东西其他大厨都可以 你有什么优胜过人的地方 其实这条问题是相当尴尬的 师傅他最后没有发火 看得出师傅的EQ也挺高的 但他都尴尬地回应 不是的 不是每个都可以炒到这么多盘饭责 我们的饭责真的很重 而且还要由早到晚炒成100盘 这个东张西网主持 他的这番言行是被很多网友去骂 特别是有不少网民 可能他自己都是做中厨厨房 或者他的亲戚朋友是做中厨厨房 就知道 其实抛锅这件事 就不是那么简单 就算给一个人份量的送你去抛锅 其实都是要去练习的 更何况 这个师傅的镜头拍着 他一抛就要抛成几十公斤的送 又或者是十几公斤的送 就算所有做厨师的人 都未必每个人都可以抛起这么重的锅 所以东张西网主持的那句话 真的比众多的网友观众 也包括我 觉得你根本不尊重别人的职业 可能因为主持没有朋友做厨房 不是做这一行 见到别人抛锅很简单 就觉得距离他都可以 以为他看到就代表全部 就是代表做厨房这些手把眼见功夫 开着牢把食物加热就叫厨师 其实因为我不少亲戚朋友 都有做厨房 所以在这方面说多一点 你偶尔进厨房转个圈走出来 当然觉得没什么 但你全天都要在厨房里 8-9个小时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酷热 还有平时买米回家 叫你拿着一包8公斤的米走回家 以井仔我来说 我走回家的路不算太远 拿着8公斤的米其实没什么所谓 但如果要你拿着8公斤的米 全天到处走 拿着一包米抛锅 全天抛的抛足10个小时 又是另一回事 东张西网主持 就是很典型的行外人看行内人的合习眼光 好像有时井仔我去和大家分享 讲一些护士话题的时候 有些观众会在下面留言 说护士都没什么做的啦 经常见到他们在吹水 他不做事 在护士房里面不知在做什么 在吹嘴里吹嘴 我通常就没去回应 即是那些观众的留言 因为我都明白 其实你们都没做过这一行 你们不明白也很正常的 不过我都想藉着这个机会和大家说一下 其实做护士 特别是公立医院 私家医院是较少少的 不过是较少少的啦 其实护士这个行业 真是没大家想像中那么有空的 有时候大家觉得他们在吹嘴的时候 可能他们其实是处理着 一些手上的文件 PayPalwork 那些东西 其实每一个行业都有他们各自的辛酸 就不要说见到别人的行就很轻松 贸贸然就说转过去别人的行 不论是做事也好 做人也好 有时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可能因为是东张西网的播放日子改了 因为最早期的时候 东张西网是星期一到五 一个星期五集 但现在很久之前都已经改了 每天都有东张西网 预议着他们每一天都要播放 每一天都要交货 有时候他们为了交货 就算看到这个访问 那条问题问得很坏 问得很差 甚至乎不尊重人 但对他们来说没办法 因为有时候没时间 让你回到同一个地方做补拍 又或者是当时录制的时候 就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是要录制后回到公司播放时 才发现 好像不太尊重师傅 但没办法 老板叫你交货 难道你说 见货不太好 不交货吗 难道有一天东张西网跟你说 不好意思各位观众 因为今天影片拍得不好 所以我们就不播了 这天的环节就取消了 不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有时候 死鸡撑饭盖 就算是不堪任目的节目 都迫着要放上桌子 这些东西就有时候被逼没办法 但失败过一次就不要再失败了 王祖南应该要撥更多资源 找更多男女艺术师到东张西网 每天出片不是问题 毕竟你TVB也是一间大公司大企业 但你应该要撥更多人力物力 去帮忙做 明明其实他的节目 应该是想带出一个正面的讯息 就是透过去访问 过两送饭的老板 去说一下两送饭 怎样可以帮助到基层市民 同时又可以 掖喻一下香港政府扶贫不力 令到很多人连茶餐厅都吃不起 个个转去吃两送饭 但最后播出的结果 只会被人觉得 你们东张西网根本就看不起 煮两送饭的厨师 搞到好像煮东西网以为 猪、狗、狗都做到 东张西网难得 现在捉到鹿 也开始懂得脱割 知道什么题材 观众喜欢看 除了看TVB的新闻报道外 基本上就是看东张西网 不错明明做好个朵 但突然之间 就在这些细节位做臭字机 好了 闹的事说完了 接着又跟大家说一下要赞的事 吴恨美 刚才也说了 他在将军澳的厚德邨 阻止了一个劣迹班班的怪叔叔 怪叔叔做过什么 刚才也说了 而且怪叔叔就好像精力旺盛 他的次数还要相当频繁 并且他惯常的位置 是极度近一间幼稚园 有不少街坊都说目击到整个完整的过程 这些有损使用的东西 就算是否近幼稚园 就算整个地方都是成年人 都不应该这样做 更何况有小朋友 有时候小朋友不懂世界 又会好奇问自己父母 他们在这儿做什么呀 再加上小朋友和小学生又不一样 小学生的话 如果一些比较识教的家长 都可以乘机去教育一下他们的知识 但幼稚园生的话 有时候真的鸡同鸭讲来讲去 然后有一天的早上 早上七点到八点 即是小学生上学的时间 吴幸美就带队直击了 最后真的被他们报到伯伯的出现 甚至乎一个早上伯伯已经做了两次了 吴幸美就立刻冲上去访问伯伯 你是不是在做不雅动作呀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做的事是不对的 然后怪叔叔就尴尴尬说 知道错了 知道不对的了 以后不敢的了 吴幸美也继续去追问他 你知不知道你这些行为会吓死小朋友的 以后还敢不敢做的 当然伯伯也说自己 以后不会的了 对不起呀各位 而且在拍摄完这个节目的当日 幼稚园的负责人也报警了 最后警方也捉了这个男人 最后就发现 原来这个男人的年龄也不是很大 以为他可能六十七十 但原来只不过是一个五十八岁的人 其实整体上去看这件事 我都觉得为何可以这么疯狂呢 因为正常来说 如果不是要上班 计算七点八点 老实说真的未起床的 七点八点 怪叔叔就已经要下楼去玩自己 有时候是不是这么好精力呢 令人难以自信呢 还有怪叔叔就叫做 在自己家附近乘搭升降机就下楼 但不幸美还要联合拍摄制作同事 别人说七点到八点就开始暴住 其实不幸美那班人 可能随时是凌晨四点五点就已经起床 然后就要回到TVB公司联合 再做一些briefing 去讲一下整个行动流程 之后他们才好好当当 去乘搭公司车出去再做一个采访 大家就应该要更加 更加尊重 更加了解 其实他们拍摄人士背后付出的代价 即是他跟你说 我们七点钟就已经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象 即是表示他们每个人 已经是四五点就起床 在暴住在处理这件事 大家都想象到 四五点起床这件事是要无比的勇气 值得尊重的 还有吴恬美作为一个女性 都愿意去接这些这么猪头骨的个案去做 因为这些对于女性来说是颇尴尬的 按常理就应该要去派那些什么Patrick Sir 还有那个比较健康的 说不出他叫什么名的那些男性去做访问 但吴恬美也没有做推辞 勇于去做 而且还主动走过去揭发 甚至乎去执问那个伯伯 所以不幸美 他现在是在香港有一定的知名度 也见到他接了不少的工作 而且东张西望 现在的主持 基本上他们就是告诉你们 只要肯博博博就一定有回报 就像之前那些将农屋事件 询似个女主持去采访 甚至被其他人扒到周身 虽然还有穿保护衣 但不是个人都能承受 只要你能忍的 去做采访不失礼的话 全香港人有目共睹 所以有很多人做完东张西望之后 都已经直接飞煌腾达了 甚至有些人藉着东张西望这个节目做跳板 已经跳起做官 当时东张西望这个节目 衰点说句 如果大家发觉报警没用 处理不了手头上的事 可能找东张西望更实际 不论什么事 不管是否在警察的处理范围里 只要你发觉事情够大处理不了 就找东张西望 美华那件事也是这样 张囊屋那件事也是这样 甚至韩姐妈妈被人骗了不知多少万 那件事骗了千万 又是找东张西望可以解决 甚至今天这件事 其实吴恬美整个团队可以报到这个伯伯 表示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很久 已经发生了有固定频率 可以让你捉到路 大家就知道发生了不少次 但不知为什么 我又不是刻意去数据警方 但又真的在东张西望过去访问后 警方才去处理 所以不要介意我把口臭 如果各位身边遇到什么问题 而你眼见又发觉这件事挺大的 而且也有一些新闻趣味点 即是叫做 news value 如果用正规渠道解决不了 我建议各位不妨去报东张西望 毕竟驳一驳单车变摩托 有时候自己搜集多些资料 拍多几张照片 增加整件事的可信度 然后传给东张西望的时候 自己又打一篇文章 整理一下字 尽量增加东张西望对他 报道这件事的可能性和兴趣 有时候这个社会真是很现实 一件事多人看多人聚焦的话 自动有人会去帮你解决那件事 但如果发生了一件事 就算他很惨也好 但如果没有聚焦没有人关注的话 确实是惨 但这个社会没人会帮你 这件事虽然很丑陋 但的确也是真的 因为我自己也有经历过 我自己曾经在四五年前 都发生过一些很惨很惨很惨的事 我也有试过找东张西望 但别人不理我 最后我自己发生了的冤屈事 最后变得不了了之一样 希望各位不要报警仔的后层 如果有什么事 尽量找东张西望 看看能不能帮自己 今集节目比较轻松 所以说了很多废话 希望各位观众不要介意 我们今集就到这里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